不是很熟,这几首,除了《我是一条小青龙》 熟一点,比较很熟 对,其他人 那我们戴上耳机 先做第一个是吧? 对,先唱刚刚的这首 好 这首歌叫什么? 鼠鸭子 好,先戴上耳机 你戴上耳机,我来给你播放吧 这个手机 可以吗?能听到吗? 我们现在是播放了一首非常洗脑的音乐歌曲 然后让他来唱刚刚我们大家都听到的这首鼠鸭子 我真的什么都听不到外面 可以开始唱了 门前大树侠 收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 数一数 二四六七八 哎呀哎呀 真呀真多呀 说不清到底有多少呀 说不清到底多少呀 我聋了 我要看看评论区大家在说什么 我聋了 这有 哎呦这个耳机里的声音太大了 你看我 功耗子这么大 跟音响一样 太大了 我什么都听不见 耳哥不错 可以可以 各位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 我们刚刚是唱了第一首歌 有人说耳哥比较适合你 这是有朋友在评论区留言的 说耳哥不错呀 刚还有朋友关心说感冒这两天好一点了吗 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OK好 有朋友关心 我们来听第二首歌吧 好不好 第二首放哪一首 儿歌 来听听 我身后有一把尾巴 谁也不知道 我有多少秘密 有多少秘密 OK 好好好 可以了 可以戴上耳机了 孩子有歌 我可以给你换一首 换一首 换一首 来换一首 来换一首吧 好 可以戴上了 唱 可以唱了吧 可以唱了吧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我头上有几脚 我身后有一把 谁也不知道 我有多少秘密 继续继续 我我头上有几脚 我身后有一把 谁也不知道 我有多少秘密 我看你是你是 凤凰传 不是这种关系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 你想不想听自己的回放 可以啊 回听 音频版的回听 是在今天晚上结束之后 应该是12点过后 在我们云听APP当中 大家来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就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 音频版 大家呢 在回听音频版的时候 当音频版的点击数量 达到2万次的时候 会解锁一条 张哲瀚的 叫做彩蛋 应该算是一条 音频的彩蛋可以解锁 所以呢 大家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明天就可以在 云听APP当中来搜索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来听我们这期节目的 音频版的回听 当然你也可以再次来听一下 刚刚张哲瀚戴着耳机 因为是非常干扰性 还是蛮强的 因为特别喜闹 没想到这么大的耳机 特别洗脑的歌 然后再去唱这些耳歌 我们还有一首耳歌 先来听一下吧 先来听一下这个 小歌 小罗浩 小罗浩 可以 那我给你再换一首歌啊 这是他们准备的 接下来的一首 开始播了吗 小罗浩 小罗浩 滴滴滴吹 海鸥听了战翅飞 小罗浩 滴滴滴吹 浪货听了 小薇薇 小罗浩 小罗浩 滴滴滴吹 深深欢船归咯 小罗浩 滴滴滴吹 阿爸听了快 快回咯 OK 这首歌有点问题 有点在卡是吧 对 断断续续的 断断续续的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干扰 干扰的会更强一些 刚刚我们唱的是小罗浩 我觉得这应该都算是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歌曲吧 听过 都听过 都比较熟悉 可能我太小了 自己不是 不是那个我们那个年代的 我太小了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 在评论区留言 我看到刚刚很多朋友 非常关心你啊 有朋友说 哎呀 就是说还在感冒呢 说说话就行了 不要唱歌了 很关心 我们跟大家聊聊这次的 刚其实跟大家说 这次的音乐 说我在你的 应该算是微博上 看到一句话说 一见钟情的我遇见我 想尝试已久的 嘻哈曲风说好了 这这这种 为什么叫一见钟情的我遇见我 嗯 是一见钟 还是比还是文案当中 这么说的 文案当中 文案当中这么说的 我没有想要一见钟情的我遇见 哈哈 你跟你没有关系 哈哈